胸怀家国 命运与共 在拥抱未来中追寻意义感 一滴水 只有汇入大海 才能永不枯竭 个人 只有融入时代 才能实现价值 在推进香葱振兴的背景下 清华学子首创香葱振兴工作站模式 建设实体站点 开展住店服务 和乡亲们同吃 同住 同劳度 让课堂上教的课书 真正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经典子 还有一大批清华校友 扎根基层一线 建设和美乡村 今年7月 我和同学们前往贵州荣江实践 有幸聆听了法学院2012届硕士校友 荣江向县长徐博 讲述村超的故事 村超爆火出圈的背后 是一个清华毕业生从东南沿海 到西南山区的选择 是连续五次打造城市文化IP失败后的坚守 是改善当地生活发展面貌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初心 作为平时世界的一代 新时代青年肩负着让世界认识中国 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使命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能读惜2019级本科生松泽宇 被先切地称为粉衣小哥 他简单而真诚地Welcome to China 向世界传递了善意与温暖 他热情洋溢 挥舞双臂 展现了开放包容的冲国青年形象 清华人不仅着眼于当下 也关心未来 化工系2021级博士生李希瑶 针对行刑能源体系中的储能短板 类比车的车辆晕堵现象 解决理流电池反应动力学 辞职问题 他装配得到的软包型电池 能量密度达到 商用理力电池的两倍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为应对气候变化 学校倡议成立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 全校一百余名青年共同发出了宣言 让我们携手为更见 一个更加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地球 我们坚信 我们这一代人有能力解决 气候变化问题 共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感谢观看